臭小子 你从天际哥回来 就知道缩到家里做科研 你给我出来 奶奶 奶奶是为了你 才一直经营这家粥货 你小子回来也不知道看奶奶 奶奶 我好歹是 统领龙博的九瓶国士 你放开 成了国士了 这眼里就看不起你这个奶奶了 是吧 想我们六家 好歹也算是龙博第一世家 你作为六家的继承人 跑去搞科研也就算了 为什么就不愿意回来继承家业呢 你气死我们也 奶奶 我哪敢呀 实验室 现在是那个老格主替你管理 你现在的任务 就是当好我孙子 你给我走 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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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 奶奶跟你说了多少次 你在天机阁 都闭关了五年了 这脑子里头啊 天天都是数学 你的生活 马上就不能自理了 你知道吗 奶奶 我可是拿了九十九次的世界级科研大奖 我怎么就生活不能自理了 你不能顾 你还敢给我顶嘴呢 你看你这个样子 你要是这样下去 我们柳家就要后继无人了 二十多岁的人了 身边两个女人都没有 你什么时候能叫奶奶抱有重孙子呀 你看你你叫我怎么说你呢 女人有那么重要 哪有的客人 正好我们家 在江城新开了一个航空材料分工资 你喝完粥了以后立马给我滚回去就职 这边再给我找一个孙媳妇回来 我省正常人的生活 你给程州去 哎哎你干什么事 你给我站住你 你 拍是 臭小子你给我站住 光天坏之下坚本上舱 小孩子都知道吃饭要给钱 你连这点钱都不给你 你还要不要脸 光天坏 你别担心 我现在就报警 把他抓起来 哈哈小姑娘 谢谢你啊 不过 你误会 她是我分子 小楠 你没事吧 误会 都是误会 哎你 你什么你 臭小子 还敢给我逃跑 奶奶 我知道错了 你说 你去不去公司 我去 我去行了吧 这还真不 是 老夫人你不是 小五你正好来了 把小男给我压的公司伤人 是老夫人哎 陶乐乐你是猪脑子吗 我告诉你多少次了 我喜欢牛奶奶颠覆的粥 这是什么 那我把人家吞子打 我怎么好意思去买呢 你说什么 没什么 从今 这不都一样吗 为什么找到这么交叉的 事情没办成 竟然还得顶嘴 老大 没想到你这样一届科研大佬 竟然还怕奶奶 得罪了 你小子给我放开 实验室就交给你了 我这次回去 就是顺了奶奶的意 去看一下家族起 是不是就你咋的我呀 你谁呀 我就是新来的 我就是新来的实验人士吧 我们老公正集团 大集团 你今天敢穿成这个样子来上班 信不信我今天就开出你 这小子也是来我们公司上班的 等一下 这人全是上下穿的可都是名牌西装 小赖 这个就是新来的总裁 您就是新上的总裁是吧 你好你好 我是设计部的总监 您叫我小学就好 不是 是他 他是的 我说现在的实习生 怎么这么嚣张 竟然敢穿成这个样子来生 一点都不知道里面是 简直是给我们公司诱人 放心 我立马开出他 上班第一屏就会开出 是 但是总监也太狠了吧 又不是什么大事 你在看啊 总监就是作为总裁看了 还愣在这里干什么 还不赶紧走了 你确定要开出 文章文章文章文 他的衣服是我梦章的 这不是我害了他吗 但我如果说出来以后 以总监的性子 会不会开除我呀 你再不走 我可要叫保安了 下次就死了 等一下 等一下 徐总监你不能开除他 陶乐乐 这里有你什么事 给我一边呆着去 这件事情怎么跟我没关系 他的衣服是我梦章的 你居然忘了他 如果你要罚他的话 那就扣我工资吧 这个女孩还挺勇敢的 好啊 讨论 上班期间今天在外出滚货 我看你是不是想干 总监 你忘了 是你让我给你办事了 你胡说什么 谁让你办事了 你不是让我给你买事了 你给我闭嘴 官怎么样 你今天不能承认 好了 既然事出有因 大家都散了 各自去工作吧 是 总裁 我带你去办公室 我不是 您就是总裁 我以后啊 一定着装正常 来 我去做 让你摆一下 既然敢让我在新总裁面前出车 你们两个瞪着几蛋 那个今天早上对不起啊 我遇过你 我不知道你是刘奶奶的孙子 以后在公司你就跟着我办 你叫我陶姐就行 对了你叫什么呀 我叫永奶奶 这个总裁就先由你做吧 这怎么行啊 去吧 哎 徐总监 去吧明天的工作安排下去 好的总裁 我怎么知道呢 马上下班了 你淘姐以后新晨 啊 真是已经下班了 你 这份文件明天之前 给我完成了 派一个新人按照他的这种资质 你这不是情供为难 好乐的 你胆子真是热来热闹 今天敢给我停嘴 我是领导还是你是领导 你 明天下午 公司会会欣赏的总裁 我去到欢迎会 这个文件 是要在欢迎会上的 这么重要的事 作为他的师子 他要是完成不了 你们两个 去滚蛋 你作为总监 就这么烂你去 我作为总监 我想让人家干什么 员工就得干什么 一个新男的实习生 算什么东西啊 等你哪天爬上我的位置 要做事 就算是自己 你也没有资格 我最讨厌的整部听话的演员 你这么喜欢吵吵 再吵吵 这辈子就休想往上爬 等一下姐姐 你就去英零电影 我自己 好 安心 还挺吵的 谢谢她姐 我许八皮真是太过分了 居然给你一个新人 交这么艰巨的任务 这是你存钱的 这些东西 其实我十分钟就能搞定 不过 看他这么热情的份上 还是不要打击他了吧 我 我 那个 你喝过 嗯 好像有点啊 那我们去吃东西 走 走 确实没有完整奶奶家的状态 难怪许总监非要让我买牛奶奶家的状态 那你今天为什么提他去报道 还不是因为许总监 不要巴结那个什么新来的总裁 不然就是 我觉得这招挺好的嘛 对了 你是天文系的生生 你喜欢天文 嗯 而且我觉得每一个学天文的学生 心里都应该有一个这样的梦想 对了 你是天文系的生生 心里 都应该有一个烂门的成大 吃饱了吗 带你去看一样东西 妈干 最近上个四公里来到五十公里 哎呀 没事怎么才不会发现 都来了好多次 诶 诶 但完了 我明明标记上去了 找到 这个 这个是我偷偷标记的 除了你以外没人知道 你 标记了一颗星球吗 嗯 这是一颗红海星 是我最喜欢的星球 你可以猜猜看它的名字 不过有一点难多 这个阁里的红海星 如果我没看错 应该是五八一地的 你怎么这么聪明啊 猜疑它就才对了 哎 你 为什么喜欢它啊 因为它 是最适合人类居住的星星 我们也算是半个航天作业者 能够找到 人类的新的家园 也是我们的实力 你我 去имо名公 还能够周一艘到达高丽 我们连以够的悲伤 想不到它外表看起来有些不糟掉 还有这么充高的理想 可 sí 你笑着吗 От 没有 我是觉得 阴陨но就说了 挺好 你就是这么多的师傅说话的 the only one who found me in the dark day 谁呀 福建里面 该不会是猫吧 总裁办公室不可能有猫 一定是我听错 你看着我干嘛起来工作 你不起身我怎么起 你脸皮还挺多的 做好了 报告还没做呢 做好了 做完了 小柳你的错吗这么快就做好了 小柳 对啊我是你师傅 你当然就是小柳吧 你干什么 哎呀还真是小瞧你呢 是报告 是不错 不过写的再好又怎么样 现在 还归我啊 这个是柳南花了一晚上辛辛苦苦做出来的 你凭什么说抢走就抢不懂 凭什么 一个实习生就没必要在总裁的欢迎会上出风 这个报告就由我来汇报 今天下午公司的董事长 你看看他这个样子 衣服上满是乌子 这头发得有两天没洗的 这乌子也乱差的 让他上台做报告 岂不是跟我公司丢人了 衣服我可以带他回去换 但是你不能用这种理由 欠战他的劳动朋友 你把报告还给我 好乐了 不过是我手下一条会讨饭的走 要想吃饱饭 就给我乖乖做一只铺乱将走 我希望你这活 就凭你敢动 你们两个在和老实地 否则不要我好看 你们绝对就不能这么做 走走回去 把自己洗干净一点 把自己洗干净一点 糟了 忘记家里没有男人的衣服 这可怎么办 这可怎么办 没想到 你还要拍摄更长的这一天 我没想到 你身材还挺好 挺好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赶紧换上 你怎么还生气呢 你怎么还要热 这样 我这一天 你 auf 你这一天 你这一天 死你了 他还窝 別怪我怎麼這麼緊張 緊張的話 就拉著我的胳膊吧 我可是你師父 怎麼可能緊張呢 走 都會屬於我們自己的東西 好露露身邊那個 是昨天新來的實習生嗎 就是他 我絕對怎麼沒有發現 他竟然這麼帥 他比電視的門明星還帥呢 哎六男 你今天怎麼蒙出來啊 那是 也不看看是誰改造的 他們怎麼來了 這誰啊 兩個無權無事的垃圾 換了身皮啊 差點沒熱出來 不過窮鬼就是窮鬼 別以為換了身假名牌 你敢 徐總監 今天我跟柳南過了 就是想告訴你 報告是我跟他做的 那你笨毛錢回去 趕緊買報告紅給我呢 逃了啦 反了你了是吧 竟然敢這麼跟我說話 你作為總監 你怎麼能隨便在公司打 我現在給你一次道歉的機會 要不然 我會用我的方式而後悔 你想要幹什麼 水先生 這麼流氓 你他媽算什麼東西 想對我家寶貝動物 心聽我明天就讓你在江湖 過不下去了 徐總監的褲先生 可是江湖裡一霸 而且跟我們公司有合作 這下完了 這下 陶樂樂跟柳南 難逃一劫 給老子聽清楚 想在江湖活命 就給我加進 你們太過分了 錢弄起來有理了是吧 如果讓總裁知道你們這樣子的話 你們想法怎麼解釋 陶樂樂 我可是公司總部派下來的 你覺得總裁會相信你 還是會相信我 你 像你們這種蝼蚁 肯少也沒口飯吃就已經不測了 還想請功 你們配嗎 你們是不是找死 讓你看看 看誰找死 來人 給我拖出去 好大的口氣 不知道 還以為你是我們柳家的人呢 柳奶奶 這不是門口 開酒店的老太婆嗎 你來幹什麼 許總監 真大你的狗眼 你看聽 這位是董事長 門口賣肉的老太太 竟然是董事長 對不起 董事長 是我一萬一無珠 竟然不知道你是董事長 總裁 這個是我昨天晚上 熬落一夜寫的方案 你一起過目 許總監 我想你認錯了 並不准一位 我不是總裁 你不是總裁 這怎麼可能 驚天新聞啊 這總裁有假啦 是 那總裁什麼時候來 臭小子 你玩夠了沒有 嗯 他是你奶奶 你該不會就是 沒錯 我重新自我介紹一下 我就是龍盛集團新任的總裁 柳安 不可能 你不過就是一個實習生 怎麼可能是總裁啊 許總監 上班之間你不好工作 總想要怎麼發給我 還利用自己總監的身份 強佔同事的功勞 龍盛集團不需要你講的事 你背 總裁 我再也不敢了 你再給我一次機會吧 初老闆 聽說你和他 一塊欺負了我的孫子 看來 我們之間的合作 就不進行了吧 劉董事 這都是誤 誤 這個賤 壞了我的好事 劉董事 我回去就跟這個賤人離婚 到時候我能親自都能被罪 好樂樂 把總裁當徒弟使喚那麼久 間下可擦了 暴風雨爆發的前兆啊 小柳 不不不 總裁 我真不知道你是總裁啊 不然你給我一百個膽子 我也不擔 求求你饒了我吧 饒了你 他人都散了吧 這次逃了了要被總裁開除了吧 我真不是故意當你師父的 哎 你緊張什麼呀 你師父做得很好呀 我 你看你這黑眼 要收到一塊兒 把了 我有什麼 給你收兩天假 回去休息吧 啊 怎麼 代薪休假 你也不願意啊 這麼熱愛工作 那我回去上班了 啊不不不不 願意非常願意 嗯那我回去了 謝謝董 休兩天假 就這麼開心 你能回家 不需要送 不解风情的家伙 我昨天了解了一下 乐乐确实是个好孩子 奶奶也喜欢她 你就把她娶回家吧 干嘛要娶她呀 你给她单独放假 不是喜欢她 奶奶 你误会了 我只是对她这些天对我的照顾 一个感谢 感激 不开窍 不开窍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紧送人家回家 好好好 我送我送好了吧 没想到没送法 还白嫖了两天假期 妈 你怎么在这儿 乐乐 我过了呀 有好事情要告诉你 赵老板 看上你了 说要娶你这么老婆了 赵老板要娶我 是啊 我女儿的命好 那嫁过去了 就是傅太太了 走走走 妈妈带你去见赵老板 妈 妈 那个赵老板年纪比你都大吧 你为什么妈把我嫁给他 讨乐乐 年龄大了怎么了 年龄大了 会疼人你知道吗 像赵老板这种有钱人能娶你 他是你的福气 就别挑生解释了 是不是我弟弟又欠你了 那个 你没欠多少 只要你这次嫁给赵老板 赵老板呀 那就答应 五十万彩礼呢 你弟弟 还被扣押着呢 你的舅舅你弟弟呀 那还这么多年 我给我弟弟填了多少赌债 还嫌不够是吗 你还把我卖了 再给他填赌债是吧 我到底是不是你女儿 小蹄子 你还在这大喊大叫的 告诉我 你不过就是个赔钱货 什么本事 真的那点天啊 连你弟弟都养不起 还好意思说呢 这么多年 你终于把你记忆的说说 我给赵老板已经说好了 今天呀 就直接去赵家 伺候赵老板 听到了没有 我不去 你乱看我 你还敢跟我见嘴 去去 又不得你 谁让你生下来是个女人 就认命吧 放开我 放开我 你还敢叫我 走 走 打了你小白脸 竟然还敢管老娘的钱事 你竟然敢把自己的女儿 当成物品们 你这种人不配当我去 投胎成我的女儿 她做得认命 不是 你说个什么东西 竟然敢评价老娘 妈 妈你不敢打她 我明白了 她就是你在外面养的野男人 怪不得你不愿意嫁给赵老板了 你藏着这男人 真是不知道生娶 你怎么能打人 打人 我要先打你个小白脸 妈你不能打她 看什么公司老板 公司老板怎么了 是你妈 我不怕她 公司老板在刚好呀 我就不用去公司请假了 出嫁了 公司老板 公司老板 不在意你的公司上班了 知道不知道 哎 哎 干嘛你还当今抢人 我这里有五百万 就算作是我给陶乐乐的开你 同情我 他就是我的心 五百万 五百万吗 从今天起 你离陶乐乐远一点 赶紧走 如果这个卡里没有五百万 我到时候我还会找你的 我没听错吧 你拿起来 你要娶我 陶乐乐 我是认真的 嫁给我 那个 钱我会想不到哪个人 你别误会 纯属是因为我奶奶 一直催着我结婚 我到时候会给你一个三个月的结婚合同 三个月期限一到 我还会支付给你300万的报酬 怎么样 但是你见你奶奶的不好呆 六百万 你确定确定 什么时候结婚 现在 哎诚诚啊 我还以为我这一辈子看不到今天了 太好了 乐乐 我这个傻孙子 智商虽然高 但是 这情商低的可怕 你以后啊 跟他在一块生活一定要多包容 他要是欺负你 第一时间告诉我 我替你收拾 奶奶 哪有这么自己孙子 你给我闭嘴 是啊奶奶 走出来 小男其实挺好的 你放心吧 这结婚证都零了 那下一步 该准备婚礼了吧 我不用了 怎么不用了 奶奶 我刚上任新总裁 工作一大堆呢 哪有时间办婚礼 对不对 哎呦 是啊奶奶 我也不想这么快就去办婚礼 这个事要不再等等 我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呀 我真是猜不通 那这个婚礼 会不会暂时不用考虑了 你这婚纱照 就应该照吧 我都给你预约好了 明天必须去 好 我们去 对不起啊 奶奶不让我走 我就在这里睡一个晚上 这个事情很快我就能解决 奶奶不知道我们假结婚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扑的不错啊 谢谢 哎 哎 哎不是你误会了 这个事我扑给我自己 哎 过去尝尝水 快点 哦 能不能跟你商量一件事 你说 能不能 不要对外公布我们俩结婚的消息啊 哎 我们的结婚协议 就三个月 可以 想不到 他还挺贴心 你可是三个月后就要离开的 不能喜欢他 丢死人了 我们走吧 先及格出了点事需要立马 没事我自己去也行 好 那你先去混亂店等我 我有规律 女士您好 请问您有预约吗 您好我有预约 这是我们店的超级WIP卡您跟我这边来 这条婚纱好漂亮啊 这条婚纱是著名设计师维森先生的作品 这是我们的镇天之宝 全国仅有一条 您是我们的超级WIP可以试一下的 真的吗 那太好了 陶乐乐 就凭你也配碰这条婚纱 李娇好久不见 少跟我装亲热 先丢人 背这么个破包 也赶来全江城最有名的婚纱店 你也太丢人了 还是那么狗眼看人帝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你是不是还有个唏嘘鬼弟弟要养啊 这谁胆子这么大敢娶你啊 你该不会 是骗婚的吧 不好意思啊 恐怕要让你失望吗 还真有人愿意娶我 而且她还特别优秀 恋人小姐 我就要这条婚纱 麻烦你帮我取下来 好的请您稍等 等一下 陶乐乐 你也不看看你自己什么样子 也想试穿维森先生设计的婚纱 我说你怎么回事 眼睛瞎了 看不出来她是个穷光蛋啊 还敢让她试穿这么不贵的婚纱 你是不是不想干了 她可是我们店的超级VIP 是有资格试这条婚纱的 超级VIP只有几个人有 你怎么可能有 我还真有 这不可能 你你怎么会有这张卡 这卡肯定是假的 你 你 你叫你有病吧你 哎呦我的宝贝你怎么怎么了这是 哎呦 楚先生你怎么才来啊 我都快被她欺负死了 这些决筑里都差喝了 你让其他人收拾 放心吧 您现在是打算去哪婚纱店吧 你说 包 是不是对一个女人来说很重要啊 包 呃好像是挺重要的 楚先生 这个穷鬼他跟我抢婚纱 他还推我 你可一定要跟我做毒 这不是徐总监的老公 这么快就找到新婚了 宝贝放心 我一定替你出这口恶气 你他妈野虾呀 敢跟我老婆想东西 这位楚先生 麻烦你搞搞清楚 是你老婆在跟我抢 而且我是这家店的超级VIP 本来就有优先体验权 楚先生 啊我想起来 你就是那个龙盛集团的小单工啊 你一个普通职工怎么可能会有这个啊 该不会是从总裁那偷过来的吧 当然不是偷来的 这张卡是 我和柳男士领官 这些事情不能暴露 你该不会想说 你这张卡是刘总裁送给你的吧 不是 我就说嘛 你怎么会有这种卡 原来是顺手牵羊偷来的 嗯 楚先生 你不是跟柳佳有合作吗 赶紧把这个小偷抓起来 送给柳佳 这样说明柳佳一高兴 就跟柳佳大合作力度了呢 没错 来人 把这个贼给我抓起来 你放开我 放开我 你 我听说 刘总裁对于断错误的人 可是一点情面都不留 你说 他会怎么处置你 那我现在 来告诉你答案怎么样 刘总裁 您来了正好 我正想和您说呢 这个小偷利用植物之变 光天化日在您眼皮子底下偷东西 简直是胆大包天啊 是啊刘总裁 这张卡就是他偷东西的证据 这张卡 确实是我们柳家的 也确实是陶乐乐拿的 但是陶乐乐是我的老婆 他拿这张卡 有问题吗 这 朱老板 我可不像我奶奶这么心思手软 你这次竟然敢欺负我的领导 你说我该怎么处啊 刘总裁 咱有话好好说好好说 断绝和楚家的所有少年 从今以后 不要让我在江城 看见这两个人 啊 师父的 啊 无声战争 我自己管 看你 给我关闭店铺 没有我的允许 不允许让任何人进来打交我和我妻子 是少爷 这下 就没有人打交你了 这一家店 也是你柳家的 柳家在江城的资产有很多 你可以慢慢发现 今天真的很开心 谢谢你 安娜 好久不见 他不会就是柳南的白月光吧 你是 他是 他是 我是楼上集团员工 今天是来陪总裁出外勤的 总裁 要是没什么事我就先回去了 陶老老 你跑什么呀 安娜 你要去哪里啊 你不是在国外了 为什么要回江城 自从五年前 从你身边离开 我一直都在后悔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金言 一直都不是我不给你机会 五年前我追你的时候 你一直都认为我是一个穷酸的科研工 怎么 现在知道我是柳家人了 你后悔吗 安娜 我真的知道我错了 你原谅我好不好 晚安 安娜 今天跟你在婚纱店的女孩 究竟跟你是什么关系 你是不是喜欢她 你最好不要打她的主意 要不然我不会放过你 安娜 我们一定还会再见面 陶乐乐 他就是你的假丈夫 而且他就是约会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的人生还真是跟这个包一样 你好好跟你的小甜心约会 你给我打什么电话 烦死了 陶乐乐 你竟然敢拉黑我 你只不过是我的假妻子 能解释什么呀 喂 方多阿姨 啊 什么 我已经有两个月没交过房租了 可能呀 我的银行台里有钱 每个月都给您罚过去的 那个不好意思啊 我先看一下 行啊 真的没有钱吗 肯定是我妈和我弟把钱提走了 嗯 那个房东阿姨啊 那个不好意思 您能不能拖延我两个星期 嗯嗯 我有了钱一定马上给您交上 行 谢谢阿姨 就算这个月工资搭下来 也只能交三个月的房租了 哇 秦总监 你这包真好看啊 那个是爱马仕的最新款吧 听说要好几十万呢 哎 我想起来了 昨天我看到总裁买这款包 啊 秦总监 这包 不会就是 总裁送你的吧 听说 总裁隐婚了 秦总监 你难道就是传说中的 总裁夫人 哎呀 既然阿南 不愿意把婚事说出来 怎么就不要问了 阿南 好亲密啊 哎 乐乐 你快来 这位 就是我们新来的秦总监 也是我们的总裁夫人 怎么样 跟总裁很般配吧 嗯 安排 我记得我们昨天在咖啡店见过 就在阿南送我包的时候 对吧 嗯 你记性还挺 那是因为我一见你 就特别喜欢你呀 你怎么在这儿 我当然是来上班的呀 从今天起 我就是这龙盛集团的新总监了 刘总 以后请多多指教 这个包为什么在你这里呀 你忘了 这是你昨天在咖啡店送给我的呀 这是个误会 这个包不是送的 不是送给我的 难道送给陶乐乐的 没错 它就是送给陶乐乐的 看来这个陶乐乐在你心中的地位 还挺高的嘛 既然这个包阴差阳错的现在到了你手里 所以我也不好要回了 但是我告诉你 你不要借着这个包 在内容说一些不便说的话 好了 言归正传 龙盛集团上的名单 根本没有你的名字 你为什么会见他 我呀 我是在国外遇到了你的母亲 而且她呀 正好很喜欢我罢了 要不是遇到你母亲呀 我都不知道 你已经成为总裁了呢 怎么 刚来第一天上班 你就想开除我呀 我母亲的面子 我自然会给她 只要你都在公司有事 我就不会开除你 特别是陶乐的 你不要 阿娜 总有一天 我会让你重新喜欢上我的 喂 方米 啊 是我 那个你这些手机翻译呢 啊 没事没事 我再想想其他段板 啊 好 你不用那边 基本上纹 陶乐乐 你是我们公司应用最好的 这次的合同 就叫跟你来谈 这次的合同虽然有点难 但如果你能谈下来的话 奖金十万 人带着这次工资一起发 真的 什么合同啊 奖金那么高 这不是和聚公司的项目吗 我们公司和他们一直不对付 而且 秋泽也在这个公司里 他就是个流氓 乐乐 你不要去 是啊 乐乐 我跟你说 秋泽这个人 报复心很强 他之前追你 你没答应 这次要谈合同遇到他 他肯定会报 这十万块钱保证 不要一半 这个都是分配好的工作 如果他不做 那就应该由你们来替他做 你们谁 愿意替他去呢 我工作还没忙完 陶乐乐 这次的合同虽然有点难 但如果你搞砸了的话 我可是不会报过你的 嗯 陶乐乐 倒到我这儿 陶乐乐 你是不是傻呀 这么有风险的工作 你为什么要解释 你这种有钱的工作哥 怎么会理解我们穷人的工 你说什么 工作都是分配好的 我不做的话你替我做 好啊 我 而且那些奖金对我来说也没有用 合同产好之后 奖金能做 看不起谁呢 我自己的工作我自己能做 好了 你跟丘哲之间有谋断 你不能去 我可不是你这种钱多大花不完的公子哥 我要是因为这种原因不工作的话 那我早就饿死了 哼 你 怎么好 我还生气 喂 你去帮我调查一下 合剧集团那个丘哲 一有快就好 原文马上就到了 那这次就多谢秦总监 嗯 丘哲哥 这次弹劾做的是什么人啊 还值得你报一下啊 这么好的朋友 一个老熟人而已 一会就知道了 丘经理 哟 丘哥 这不是陶老熟人吗 之前你可不是还追过他吗 之前他对你爱搭不理的啊 今天怎么还亲自也过来 丘哲哥 丘哲哥 这次可要把我好机会啊 啊 来 坐这 丘经理 您看这次的合同 合同的事不急 啊 来 先把这酒喝了 不好意思啊 丘经理 我酒量不好 哎 咱们喝着 怎么能不喝酒呢 你不喝酒 是不是不给丘哥面子啊 好 乐乐 我告诉你 丘哥竟然愿意让你坐下来 和他谈 说明他愿意和你谈着你 你可不要不识他 我听说 你们龙胜集团 最近特别着急要生产一批 航天器材 而我手里刚好有一批 整个江州唯一能生产航天器材的原材料 你说 你要是得罪了我 你们公司能让你好过吗 丘经理 我敬你 哎 这就对了嘛 你看看 哟 还是和以前一样 一喝酒就脸红 我还是喜欢你的样子 嗯 修经理请你自证 我饿了 你他妈装什么情侣 今天既然你自己就上来了 那你别怪我了 你别管了 这里还有人 没关系啊 我不在意 哈哈 今天能一睹丘哥的风采 真是我是不是 你放开我 啊 咬老子 啊 你别过来 我跟你说 我老公是柳南 你要是敢碰我的话 他怎么会放过你的 饿了 你做什么白日吗 柳南 可是江城首富柳家 唯一的继承人 他凭什么看上你个 一点背景都没有的女人 今天 喝不出我的手上气了 哈哈 你先回来 你先回来 我老公就是柳南 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既然这个时候没变了 不管你先见 你说的都是事实 我家的地位比我都入了吧 你要是敢过来的话 你信不信 明天你就被大谢八块 横市街头 那敢威胁我 丘哥 我看他这个架势 真假难测 还是不能再冲动啊 你脑子进水了 他一看就是撞的呀 难不成就让我现在把他这么放了 丘哥 你柳先生怎么得的罪不起啊 再说 如果柳南真是他先生 咱们不如验证一下 陶乐乐 我给你一个机会证明自己 明天这里 刚好有一个情侣晚会 你要是能把他带过来 这个项目 我送给你 你要是带过来 这江城唯一一批 航天器材员材料 你就永远别想他懂 我懂 你说什么 陶乐乐竟然自身是柳南的妻子 这个疯女 邱经理 陶乐乐不可能是柳南的妻子 我也不会让柳南 把他带到情侣晚会 陶乐乐 敢跟我抢 你也配 陶乐乐 你今天早上为了那点 渺小的自尊心拒绝别人的帮助 现在你要为了这个邀请函 去求别人 我 要不问我怎么办 不行 为了奖金 拼了 你来干什么 我来跟你商量明天前晚会的事呀 秦妍 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关系 这种事情 你以后不要来找我 阿南 我不相信 我们之间的情谊 你全都忘了 你心里一定还是由我的 对不对 对呢 陶乐乐 事情不是你看到这样的 你听我几事 不好意思啊 陶乐乐 正好让你撞检了 我跟阿南正在商量 明天前晚会的事 陶乐乐 陶乐乐认清姨的身份吧 不好意思 等等 等等 阿南 明天情侣晚会 我一定要让你跟我一起去 哎 陶乐乐 我们俩不是你想的关系 你给我解释好了 刘总裁 我只不过是你的假妻子而已 至于你跟情人到底是什么关系 用 陶乐乐 哎哎 陶乐乐 我们正找你呢 明天有个情侣晚会 你要不要参加 对啊 陶乐乐 你现在到底有没有男朋友 啊 总裁好 我现在没有男朋友 如果这种晚会 只不会参加 啊 总裁啊 呃 明天有个情侣晚会 你跟 秦总监 会出席的对吗 对啊 刘总 你跟秦总监一起出席晚会的话 那一定会在晚会上大放光彩的 阿南和我 明天会一起出席的 你说是吧 阿南 明天情侣晚会 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阿南 今晚我去你家过夜好不好啊 你 是 你要闹到什么时候了 我是不会和你参加 这种情侣晚会 阿南 这件事情我已经告诉你母亲了 明天 你必须和我一起去 星远 你敢拿我母亲威胁我 谁对我现在敢杀你 杀了我 你想好怎么和你母亲解释了吗 你 可以嗎 什麼事 阿娜 只要能再次得到 我會不惜一切手段 我才不管你跟誰出席情理晚會 還有那個項目合同 我也不管 小姐,你不會弄才對待你 最後一個項目的 喂,王道阿姨 啊 什麼 兩天家不出房子就搬出去 不是,阿姨,我們可能這麼說的 阿姨,我 阿姨 什麼事兒子 陶洛洛 加油 哎 这陶洛洛 怎么还没来 该不会是凌晨脱逃 陶洛洛连男朋友都没有 怎么可能来这种族 哎 不对啊 那天陶洛洛可是说 你们公司的那个刘总女孩 是她先生 她疯了吧 刘总怎么能和她这种 普通人在一起 对啊 刘总的女朋友 可是秦总监 哎 陶洛洛不会是想 查族当第三者吧 我就说她最近 一直跟刘总接触 没想到她竟然是这种人 太太恶心了吧 好啊 陶洛洛 你敢不信 照这么说的话 这陶洛洛她是不敢来了呀 这前总监今天会和刘总一起出席 陶洛洛她怎么敢了 哎 陶洛洛 回来 过来 陶洛洛洛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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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说什么 今天柳南会跟你一块来吗 人呢 陶洛洛洛你竟然在外边说 柳总是你的先生 这也太表情了 柳南可是秦总监的人 他们两个郎才女帽 你竟然想插头 你今天来该不会就是为了勾引柳总吧 你赶紧滚吧 我这儿不欢迎你 没错 赶紧滚 都是秦总监上来了 别让他看看 发生什么事了 啊 秦总监 你还不知道吧 黄露露这贱人 现在在外面说 说柳总是他的男人 是不是太不了了 我们正要跟他赶出去了 陶乐乐 他们说的是真的 哎 我来过上 陶乐乐确实亲手说过 他说柳南是他丈夫 陶乐乐你可别不成功了 秦总监我 陶乐乐你可真不要练 你也不看看你自己是什么身份 就凭你 也配勾引阿楠 是啊 秦总监 好乐乐 别再丢人了 赶紧滚 对 滚出去 秦总监 秦总监 秦总监你别误会 我知道您跟老板有感情 我也很清楚我自己的身份 所以我是不会喜欢他的 我今天过来 目的也不是热的见他 这个请您放心 你还撒谎 你要是今天来不是勾引总裁 难道是来工作的 没错 我今天就是来工作的 邱总 现在 我们可以签署合同了吗 说了这么久 终于该说正事了 陶乐乐 你细耍我这么久 现在要跟我签合同 你觉得我邱哲是蠢吗 对啊 你总是要展示一下诚意 这合同才谈得下去 好啊 只要你答应跟我签署合同 你让我做什么 我都愿意 什么都做 是 好 那既然这样 这道歉啊 得有个道歉的态度 把桌上那些酒 全部给我喝了 喝了 我给你谈了合同 总裁 邱哲的体系我们查清 他确实有很多不干净的事 我们已经把他能用公司公团的行为 告诉了何聚集团 何聚集团委的答谢我 已经签订了原材料的合同 这是何聚集团 看 这项航天材料的生产一句 还有一件陶乐乐的事 您要听吗 说 陶乐乐去参加了警理病会 祝德也在签订 我想 他应该是跟着这件事 这个陶乐乐太神变了 他就想要不得了 他不如说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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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怎麼樣 這樣 剛好啊今天這晚會 也沒準備什麼餘樂 要不這樣 你站在這桌上給大家跳舞脫衣舞 餘樂餘樂 這個注意好 哎我看這樣 你今天只要能跳好了 我就替你在邱哥面前說幾句好話 讓你把這合同談一下 如何呀 邱姐姐 你這個要求 為你拍一拍 現在是你求我不是我求你 你有什麼資格跟你很合見 好樂樂 你在這裝什麼青春呀 你勾引安南的時候 是騷氣實存 是給我跳呀 你可不要忘了 這份合同 你要是拿不下 就給我從公司滾蛋 最好 把青巨經理弄好了 好樂樂 趕緊跳 你不要忘記抬著 我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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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滾開 今天怎麼收拾你 你竟然看過我的人 誰比我殺了你 安南你怎麼才來呀 今天 休息一段話 為了 你是什麼 安南 安南真的是你嗎 沒有 是我 你竟然敢把他弄成這樣 好大的膽子 劉總 你幹嘛老是為物陶樂樂這個賤人 他可是勾引你 理解你跟秦總 勾引 陶樂樂本來就是我們妻子 算什麼勾引 陶樂樂是 這總能忽然安南 你還真的選 為什麼 劉總 劉總 我真的不知道他是你妻子 我真的錯了 你饒了我這次 舅船 你竟然敢傷害我的妻子 雖然我很想殺了你 但是你老闆知道 你火同他挪用公司的公款 讓我還沒交給 我想 他應該會火到我 劉總 求你千萬不要把我交給我們老闆 我會生不如死的 你直接殺我 直接殺我 樂樂 我們走 劉總 哎呀你誰啊你別碰我 好了聽話 你現在喝了很多酒 需要休息啊 我不認識你 你憑什麼管我啊你走開 我是你的柳先生呀 知道嗎 你不認識我 柳先生 柳先生現在正在聚會上跟秦總 那天跳舞 不可能是 那我告訴你 我跟他是協議警 他不可能喜歡我的 那你呢 喜歡他嗎 我 我跟他全數太大了 不能寫 我就算 我跟他協議結婚 你也不能在聚會上跟別的女孩子跳舞呀 好了 走 柳南 別哭了 我 別哭了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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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了 啊 干什么 你你你你怎么在我房间哎 你看清楚了这是我家 你昨天晚上喝多了我把你送回来 我的衣服我换呢 你 不磨你你干什么哎 你昨天晚上吐了一身 我怎么可能让你穿着脏衣服睡觉呀 别担心 我闭着眼睛 闭着眼睛啊 我的身体你 啊 我要回家 哎我昨天已经公布我们两个的关系了 你現在除了我家 你應該沒有別的地方可去了 你的房東 已經把你的房子租出去了 啊東西都搬過來 不是吧 房東還也太不跟我面子了 你要是不住到我家 那你恐怕就要流落街頭了 好像除了住在我家 你沒有別的更好的選擇 你放心 房租我會交給你 誰要你交房租 你倆要來幹什麼 你倆要來幹什麼 對不起啊樂樂 昨天誤以為你是插足秦總監跟劉總第三者 哪知道你才是正宗的總裁夫人呀 樂樂你原諒我們吧 好了我知道你們兩個不是惡意的 那就讓這個事過去吧 真的 真的 那我去吧 唉 我去吧 我 我東西呢 好了 你過來一下 我的東西怎麼在這裡啊 從今天起 你就是我的貼身助理 你你不是有那麼多助理嗎 還缺人啊 啊 那個 他們都結婚回家了 順便找個缺人 這個原因怎麼感覺怪怪的 這個 你不是喜歡他嗎 送給你 真的啊 太好了 安娜 你為什麼要把我從公司趕出去 陶樂樂 你怎麼在這裡 陶樂樂 誰讓你在這裡的 金言 陶樂樂現在是我的妻子 她出現在我的辦公室很正常 反而是你 金言 我已經把你開除了 你為什麼還在這裡 安娜 我究竟做錯了什麼 你為什麼要開除我 金言 你和邱哲在一起 幹的那些事情 你自己心裡清楚 我把你開除 已經夠人之一驚了 你現在立刻給我離開公司 我不想看見你 安娜 我們之間的情意真的沒有了 而且你母親已經認識了我 你不能這麼對我 乾爹 金言 你不要拿我母親來押我 我和陶樂樂的事情 我已經告訴我母親 她已經接受了頭 什麼叫接受 是 陶樂樂她不過是一個普通人 你竟然為了她做的接受地步 她論學時 出身 項目 能力 我究竟哪一點比不上她 安娜 我才是最一個站在你身邊的人呢 沒錯 陶樂樂就是一個普通道不能再普通的人 她資質平平相貌平平 別這樣 她要老惹我生氣 但是我就是喜歡她 我喜歡她的倔強 喜歡她的善良 我喜歡她所有的意見 我這輩子我只跟她在一起 我這樣說 你聽懂了嗎 安娜 安娜 你抱得這麼對我 男人 把秦燕過送到國外 從今以後 再也不允許踏入輪廓 是 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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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翔 睡醒了 認真 不詳 всё 等你過生日的時候 你再告訴我 你怎麼知道過幾天就會 你日曆上那麼大標記 誰看你 哦 那了 這離你生日只有六小時了 劉總總孩子 他這幾天鬼鬼祟祟的 我也不知道他怎麼 肯定是在給我們總裁夫人 挑選禮物呀 我猜 劉總這幾天 肯定為樂樂的 給我急得發愁了 你們有沒有發現 劉總這幾天 他眼圈越來越重 劉總那麼有錢 把所有的奢侈品都買回來 不就行了 還需要挑個什麼樣 他會送我什麼禮物 哎呦 終於做好了 還好沒有錯過陶勒勒的生日 你要什麼樣的戒指得不到 怎麼還要自己做一個 你懂什麼呀 這個戒指 可是獨一無二的 陶勒勒要是看見他 一定會高興 說不定 還會同意我求婚 你去給我把陶勒勒 送我那件衣服拿回來 我要穿著他 參加陶勒勒的生日宴會 whipping 帶去 以待要認識 我去大陶勒勒 看見你 好久不見 學長快樂 學長 不請我進行嗎 嗯 快請進 我介紹一下 這位是我學長 這兩位是我的同事 今天過來幫我學生 你們好 我叫陸風 謝謝你們這麼照顧oppel 律風學長 你好帥 你有沒有女朋友 矜持點 不好意思啊 我又喜歡人了 哦 這樣太可惜了 學長你不是一直在國外做研究嗎 怎麼突然回來 哦 我在國外的研究結束了 所以 第一時間過來這 你難不回事被偷家了吧 別胡思亂 我去幫你倒杯水 你沒什麼 你們在幹什麼 他是誰 劉楠我介紹一下 他是我大學生的學長 你好 哎 老老這件衣服怎麼這麼眼熟啊 這會是你大學畢業的時候 送給我那件衣服嗎 我要是沒記錯的話 那個口袋裡邊 還有你塞的一封信吧 我 什麼修羅場啊 這是前任和現任的對決嗎 但是劉總也太沒有面子了吧 穿著前任的衣服 就現在 老婆前任的面前 他也就死了 陶老闆 這件衣服 你是專門被他買的 原來那天遲遲你不滾的 就是因為他什麼 不是 你做個解釋 哎 樂樂 老闆 等一下你聽我說 陶老闆 你就這麼遭到我指尖人敢槍啊 你是不是覺得我很好笑 不是的 不是你想的那樣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衣服會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我也不知道 為什麼學長他不回了 不是 動了 陶老闆 如果你們之間沒有聯繫 他怎麼會知道你住在這裡 陶老闆 和你 原本 陶老闆 你為什麼成這樣 為什麼 總統 總統 別喝了 勇武啊 來 陪我喝酒 咱們今天 你怎麼會 總統 你平時不是這樣的 你平時不是很冷靜嗎 這件事 我已經查清楚了 陶樂樂之前確實喜歡我們 並且在大學期間 攒了一年的錢 給洛芬買了那套衣服 給他打便船 洛芬沒有說那套衣服 並且在當時 就還給了陶樂樂 之後他便出了國 兩個人 再也沒有聯繫 總統 我覺得 陶樂樂 肯定是真心喜歡你 她如果真的不喜歡你 肯定不會把那套衣服送給你穿 也不會追出來 向您道歉 總統 我覺得呀 陶樂樂 肯定是喜歡你的 總統 會不會有的事 你自己看著辦吧 他 激 老老 有話跟你說 Jedi 老老 我出国以后我才知道我有多喜欢你 你知道没有你的日子每一天我有多难好吗 老老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我之前不应该忽视你 再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对不起学长 日经济 老老 你跟柳南那是协议会员 根本就不算数的 你怎么知道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 老老 你答应我 咱们重新开始 老老 这里是关于格林五八药店的女装探索项目 我知道你的梦想就是参与格林五八药店的探索 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咱们重新开始 好吧 格林五八一地 对我来说 真的很有心 所以老老 咱们在一起 咱们一起探索她 对不起 你已经有喜欢她了 是柳南吗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什么时候有喜欢她的 我也知道我不能喜欢她的 但是感情这个东西 我真的没有办法控制她 学长 错过的就是错误 我们之间是不可 乐乐你忘了她 你忘了她好不好 学长你笨笨 你不要这样 你忘不了她 我可以帮你了 那你干什么 我让开 没有听她的方说什么 她说她不行 不要死皮烂脸 我带你走 赶紧走 柳南 我知道你是叫声手机 我也是每天结合选中的人 想在我手里边掐走乐乐 别走梦了 原来是这样 那你回去等着 明天你就会收到被天地步开除的消息 站在我面前这么说话 好 我自己让开就见你了 怎么了你是不是疯啊 你这样会得罪天地步的 行你说些些 你刚才说的话是不是真的 你说什么了我怎么不觉得 就你刚才真情流露的表白啊 是不是真的 说什么了我不记得了呀 没说是吧 哎你你干什么你 我帮我喝一口 你干 喂 给我查一下柳南所有信息 对 越详细越好 柳南 我搞不死你 站住 你涉嫌窃取龙国机密 被逮捕了 哎 你不好说清楚 我什么都没做啊 哎 哎 行了 嗯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什么日子 我生日的第二天 今天是我们协议结婚的 最后一天 哦 那是不是意味着 我就给你拿到那六百万了 陶乐你是不是掉钱眼里了 你将来可是要成为柳夫人的人 我带你那六百万 柳夫人想到那六百万也想要 好都给你 为了庆祝我们结束协议结婚 正式不如恋爱 我今天晚上给你准备了个惊喜 你今天呢 就先在家里好好休息 收拾一下晚上见 到底是什么惊喜呢 煮饭晚餐 我会是向我求婚吧 谁啊 谁 乐乐 你怎么来了 我的好女婿在不在 我就在想干什么 乐乐 这次只有你能救你弟弟的 你可千万要救救你弟弟也乐乐 我记得我们上次说得很清楚 这次以后两个相欠 你又来干什么 乐乐 这次情况它不一样了 你弟弟欠了啥黑虎帮了钱 那黑虎帮呀 那可是江城最大的 听说了 听说了 如果这次不给他钱的话 他就要杀了你弟弟的 你弟弟 他唯一的相伯 如果这次出了个什么事 怎么讨厌 就要断了鲜火的 乐乐 乐乐 你不愿意给你出嫁了 又不是我们逃家的人了 告诉你 这次如果你不救你弟弟 你以后的日子 别想好过 所以这次要要多少 不多 一千万 一千万 一千万还不多 那表价 那得真成是首付 千万就他们来说 想数目 张哥问他们要 他们肯定会给你的 哎 你竟然要 什么要 还要好 那你弟弟以后 就有急用 啊 再要一点 再要点是多少 两千万 两千万 你还真当柳南的钱 是大方刮来的似的 总之我是不会跟他 陪着我走 好乐乐 我把你养这么大 我就想你问你老公 他要点钱 你都不愿意 我告诉你 如果这次你拿不来钱 我是不走了 还就怎么办 嗯 这个家根本就是一个无底洞 永远都填不满 我给太监给过多少钱了啊 现在你们还想把柳南牵扯进来 是吧 我告诉你 我是不会把他牵扯进来的 实话告诉你吧 我跟柳南是假结婚 我根本就不是他的妻子 假结婚 你也看我找你拿钱 你欠人的吧 你等一下 这 这个就是合约 今天是合约期限的最后一天 这 你听着 真是假结婚 你这个笨子 连个男人都抓不住 你应该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 你都不想问 你假的做成真的 我呀 我看到合约里头写的 那我记得说 你能拿到六百万 明天 你把六百万给我拿过来 看我怎么收拾你 阿姨 阿姨 今天这么漂亮 我 我有话跟你说 等会儿再说话 带你去个地方 准备好了吗 我要放开了 嗯 好漂亮啊 好漂亮啊 喜欢吗 这是我送给你的第一份礼物 我还有第二份礼物要送给你 乐乐 这枚戒指 是格里的五八一地设计的 我记得你说过 它是最适合人类居住的第二个形状 所以 我记得你说过 我记得你说过 我们两个 可不可以组建属于我们两个的家 乐乐 你愿意嫁给我吗 对不起 艾兰 我要让你失望了 刘总 我想你是误会了吧 我的目的从来都是那六百万 我对嫁给你 一点兴趣都没有 乐乐 你在胡说什么 我说的都是实话 现在合约已经到齐了 你可以把钱给我了 你今天早上还不是这个样子吗 为什么现在这样 到底发生了什么 什么都没有发生 我说那句话都会骗你的 就是为了尽快拿到那六百万 你说的都是真的 对啊 麻烦把六百万给我 你听明白了吗 好 我成全你 你 我们以后不要再见了 你今天要是还哪里出钱 就把你的导贝玩脆 别大哥 我女儿 一会就把钱送过来了 你别急 别急啊 终于 你别急啊 乐乐你总算来了 快快把钱给他嘛 这张卡里有六百万 你们拿去吧 六百万 我没记错的话 你弟弟应该欠我们黑股贵一千万 那剩下的四百万怎么办 大哥 我看这剩下的四百万 他们拿不出来啊 不如把他儿子的手继不住啊 这条哥们还能吃一碗干 别看 我这女儿的老公是将军收服柳门 问他要 绝对能有的到 没想到你还是一只死亡啊 你们想干什么 你们不要动他 我现在就过来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柳先生不是我了 我们只是协议结果 他是不会来的 他小姐 我刚给刘总打过电话 这刘总对你还是很伤心的 大哥我们这几天啊 还挺准备 这女儿 还能给参加会 两个亿呢 我都想好了 等钱一到手 就立马杀他 你能不能这么做 我 我 大哥 你走了你 前我已经带来了 你们可以放人 你 就看前说对不对 你们现在可以放人了 我们做生意 向来再做成绩 有人带自己 嗯 呀 哥哥 你 你 乐乐 你别笑我呀 你是吧 乐乐 不是小心 对吗 乐乐 你想要 你 到底是谁 现在 你知道我是谁人分别的家人吗 你不是把记事都已经给我戴上了吗 我现在反轨才来得及 你 你呢 没什么 是老阁主 他让我去实验室 协助他一个项目 嗯 那你快去吧 我在家等你 好 等我回来 嗯 新空防疫系统的实验 还有两分钟将正式进行 马上做最后的排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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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部门注意 三 二 一 发射 发射成功了 我是 年轻一年有一个新空防疫系统实验 终于成功了 辛苦了 书下 祝货 刘国师 国师啊 你真不愧为全球顶级的科技天才 短短的一年多 你就胭制成功了 新空防疫计划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龙国的防疫系统领先了世界整整五十年 是世界的科技史上又一个李全碑啊 曾经以后 龙国的防疫能力将无人能力 国师啊 这是实验成功 前凭你的研究啊 不过 你要多注意你的健康啊 我记得 自从你十八岁 接任九星国师以来 五年了 你没有离开过天气 所以我建议你要最近休息一段时间 好吧 我可以返回江城休息一段时间 老权 但是我的身份你要求保护 是 国师 此次你返回江城的身份室 龙大实验室的实验助理 您的真实身份已经升为最高级米 密蝶斯也会在暗中对国师进行保护 这是 我的 我也有 我们家会在ам 现在 可以 呢 我们的 费助理 我们都会在 不能完美的展现我的美貌 你就死定了 佳佳 就那边最中间的位置 光照效果最佳 不过已经有人 哎哎佳佳 没看见本小姐正在营店吗 赶紧给我让开 给我起开 竟然敢忽视我 知道我是谁吗 我让你给我让开 这位置是我的 这位小姐 我并不关心你是谁 而且这个位置是我先站的 我没有理由给你让我站 我看你是想引起我的忠意吧 像你这种不要脸的男粉丝 我见多了 不就是想要和我合照 要我签名吗 我告诉你 想都别想啊 我从来不跟陌生人来着 而且我叫你签名做事 别急 哎这位先生 我看您像是刚从国外回来的吧 不认识他 他可是龙国当今最火的明星 盛家 我们想进入这个位置 抓拍几张照片 麻烦请您让一下 你是耳聋了吗 这就是大明星的素质啊 对待火工人就嚣张吧 我要是把位置让人才是重要的嚣张器 我粉丝三千夺完 你一个香巴老应该评判我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让开 你看到那边的宝洁了吗 你和他们一样 在我眼里 心动是 人人平等之 可恶 我这么尊贵的身份 你竟然拿我跟一个臭宝洁的比 好 你别后悔 救命啊 有人耍流氓 你干什么 大家快来快啊 这个人摸我大腿 快来人救命啊 有个为主男的欺负我们家家 快来救命啊 光天花日之下 你生日怎么正不正的 你你看发生了什么 不知道 你看 发生了什么 臭男人 你竟敢占我便宜 你觉得你呢 你是不是脑袋有问题 死眼泰 你摸了我大腿还不敢承认啊 这里每个人都是人杖 你还想狡辩呀 就是 我刚才就是看见这个男人 摸生家的大腿 大白天竟然做出这种事情 不嫌恶心吗 这温宗男竟然重新我们圣女生 自己报警吧 大家别听了 是他把我的手放往他大腿上 如果你们不信的话 可以把后机室的监控调好 这样就真相大了 这VIP后机室的监控 是你说调怎么调的呀 你要是能调了机场的监控 我还说我能叫来 龙阁天际阁那位神秘大佬的 真是可笑 我可是三届以后 你一个香巴佬 占便宜占到我头上来了 现在马上给我道歉 你是明星就了不起 你是明星就高人一等 就可以光明正大的诬陷别人 今天幸福是 要是别人遇到你 他直接被你添气 你不是明星吗 你要行闹 那你就继续闹 你一个无权无事的混蛋 还敢威胁我 信不信我都有人脉 让你在江城 再无立足之地 没想到 刚从天际阁出来就遇见这种虎脚蛮肯的女人 真让人认识 你竟敢推我 哎 佳佳 看这个人气势不凡 你现在这样的上升级 可竟然别惹了什么大火啊 不就是个臭屌丝嘛 那我什么身份啊 你赶紧给我查查 这臭屌丝干什么的 我可是冰田传媒利普的当家华丹 冰田传媒背靠天际阁 势力庞大 我今天一定要让你身败名列 身败名列的应该是你 查到了 怎么样 到底干什么呢 他叫柳南 是龙大在校的大医学生 定一个身份是龙大实验室的助理 就是一个实验助理吗 装什么装 喜欢你的粉丝 要是知道你私底下是这样一个蛮横无理的人 你觉得他们还会支持你 搞了半天 原来你是别家艺人的粉丝啊 刚才故意抹黑欺负我 让我难看 天呀 这男的不会是自受饭吧 我可是以后 用演技就能弄罚你 惹了我 我让你那小处就罢了 秀宁萱 你赶紧把这男的照片发到网上 让大家都看他丑陋似的 郭郭 我的身份心里可以扯修宝 要是照片分布到网上 被有心之人看到了 恐怕会引来麻烦 就因为我没有跟你这样做 你就发动网友的舆论 来抹黑我什么 我劝你最后不要乱来 怎么 怕了 那你现在立刻跪下给我道歉 我可以考虑饶你一命 光道歉 我看光道歉就便宜他了 你让我给你跪下 怕是你得受 小林 赶紧给我找个印象号 把他的信息全部发出来 是 这照片角度把我拍得也太丑了 影后在机场惨遭闲出手的词条 在网络上报了 很次都叫你别怕 他们会来替你报仇的 臭羊子 我看你以后还怎么在江城混 博士的照片怎么修到网上 这密立次调查 是明星盛家 他在机场故意为难博士 所以博士的照片才出现在网络上 照片你可瞎压 与那个话题余力封锁 博士的身份一旦暴露 咱们等于把博士出于危险之中吗 手下马上就处理 博士 天机阁已经安法我做处理了 五分钟内 你就会被整个 实验助理还封杀我 那都过去这么久了 我怎么一点消息没看到啊 急什么呀 你等一会儿去 小莲 马上再找几个影响号 我倒要看看 他得意到诚实 好 这是怎么回事 大惊小过来干什么 佳佳你看 刚才有关他的词条 全都被冲销了 真的 网上关于为索南的词条 全部都没有了 怎么会这样 是你对不对 说 你到底花了多少钱 把这博士给压下去的 佳佳冷静注意形象 这样就受不了 后边还有更多惊喜的 你都做了什么 这是真的吗 佳佳 他在公司来电话说 你的偏域代言 全都被合作方取消了 而且 全球一路圈 都把你列入黑名单 你 你杀了 哎 佳佳 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 付出代价 不管你是什么身份 记住你 旧 当人之上 你一定要把别人当 你作为公众人 你想受到别人更好的权利 就更加需要演员的情 你就是天机阁指派到我们学校做学术讨论的老师吧 我叫李飞 是龙鹊大人派来照顾你的 应该是龙鹊安排贴身保护我的人吧 你好 李飞 我现在的身份是学生 实验室的助理儿子 我知道了 老师 天机阁可是咱们龙国顶尖的技术人才输出呢 身份当然要保密啊 我以后就叫你南哥吧 好不好 好 你给我介绍一下这个学校的情况吧 龙大是龙国最好的学校 尤其是物理学 更是在全球名列榜首 而且这里的实验室仅次于天机阁 南哥 你以后要是想做实验这里的设备基本满足你的需要 不过龙大有一个校霸名叫张龙 他仗着自己父亲是副校长 在学校作为作福 南哥 你进校后可能避免不了和他接触 没想到这种顶尖的学校 也有这种人胡作非为了 是 但是我还听说张龙一直想进天机阁 他的父亲通过各种关系 最后通过推荐信的方式把他送了进去 可惜天机阁的门槛实在是太高了 南哥 你像什么呀 没什么 你先回去休息吧 明天早上七点 事件事等我 是 等七点半了 你这怎么还明白 什么事 博士 老阁主特地为您安排了一场世界论谈 您此次的研究取得了重大里程卑识的进步 高层借此对您进行表彰 大会是秘密召开的 只有在学术上取得重要成就的顶级学者 才有资格参会 我不需要什么表彰大会 到了 老阁主已经猜到了你对表彰不感兴趣了 此次论坛各界教授的利邀火星计划项目负责人指点迷惊 您届时可以通过火星计划老师的身份参加 火星计划 这不是以前我手里的小项目 好 我会准时到的 你干嘛放开我 哎 不要过来啊 你们想干什么 你赶快放开我 可真想 要不要可帮你好好开发开发呀 赵老师别碰我 公告公告 公告你没事吧 居然敢在实验室做这种事情 你们好大的团队滚开 我告诉你我爸可是学校副校长 你还没断耐吗 张好闭口都是爸的 在实验室欺负你才有理 我告诉你我爸有权有势 我在学校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还没人敢说个步子 好 那你就把你爸叫过来 看你爸过来怎么收拾你这个禽兽不如的人 我爸可是受邀跟学校董事会一起去见天津阁长老 你送什么东西 你想去见我爸 哈哈 看什么狗伤 你们在干什么 主任是张龙 他在实验室闹事 不过 学校实验室进了一个拉扯 我这是在帮忙清理学院室 你是谁呢 这是实验室 你不知道闲杂人能复权中的 出去出去 我是最新潜派来实验室的助理 柳南 这是我的资料 还真是 主播 这个人可太嚣张 不能把他直接赶出去吗 恐怕不行 他是上面直接认命的 好了 做点正事 我得到密报 明天晚上上席领导 将举办轰动全球的世界论坛 据说是为天启歌国室举办的表彰大会 各个科研领域的顶级学者都会收到邀请 太好了 这么来说国室也会参加 他可是科研界的神呢 这个张楼 难道也是我的名地 没有时间 不过到时火星计划的天才负责人 刘老师会出席的 听闻刘老师三年未出关 一直在研究项目 此次机会难得 明额无限哪 火星计划刘老师 要是能盘上刘老师 那我介绍天启歌还不是指日可待 如果想参加一堵刘老师的光彩 必须通过天启歌出的 致力测试 太好 这次我一定要志在必得 天启歌那群人搞什么 怎么用得花点好手 就凭你也想参加 我们龙哥可是数一数二的科研天才 这种测试体对于龙哥来说 这种不严重的事 我看呐老师一定会说我们龙哥为啥 就凭你一个实验室小助理 也想参加 这个测试体 是面校实验室里所有人 没说助理就不能参加吧 想参加是吧 好啊 我待会看看你有从 龙哥 跟他这个纯样子 我不记 连题目都看不懂 走吧 南哥 他们简直气人太深了 龙修大人给了我 全线 要不要我派人给他们点教训 算了 没有必要跟这种不成气候的人 记下 世界论坛 我听说会有很多顶尖科学家参加 你想去吗 那这个名额 我帮你证确 这个实验题我看了 难度系数很高的 你 你 算了 南哥 你竟然只花10分钟就解出来了 这种难度 别人数据 像我们平时在实验室 挣了10天半个月 都不一定能解出来呀 走 去找主任 答案我已经算出来了 你可以把座谈会的名额让给我 8秒 这答案一看就无对 怎么可能是8秒 真是8秒 这可是咱们学校专家处的体验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你怎么可能 这人全部成全 连统于做理论都一模一样 你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得到如此精确的数据 你是怎么做的 既然你已经对过政治团案 那就把名额让 那个 这件事 我需要和其他几位教授 沟通一下 您先回去 到时候 学校会把名单公式在 公式栏目 好 我 喂 张龙啊 赶紧到我办公室来的 这些真的是个错的 没错 我从小几七年 从来没有见过 这么厉害的学生 恐怕咱们学校的教授 比不过 这次论坛会有名额 怕是 你给他吧 叔伯 我爸可是学校的副校长 这次论坛对我来说很重要 我必须找 你应该知道 哈哈哈哈 长龙总监 您放心 呃这次的项目 就成功 你只能是赢的啊 呃论坛会也只有你能代表 他就这样啊哈哈哈哈 南哥 你可算来了 发生什么事了 南哥你看 这次公式名单里 根本就没有你名字 嗯 南哥 这个名单 是按照分析数据的速度 排的前後顺序 你明明是咱们可是第一个解出来的 但是 张龙的名字凭什么在第一个 以他的速度 根本不可能这么快解出来 南哥 这里面肯定有鬼 柳娜 你竟敢目无尊长 进我的办公室 人门都不敲一架吗 想让我敲你 也得看你们配不配 这个名单想为什么没有我的名字 数据明明是我第一个人的算数 张龙为什么占据我的名额 一个实验室的小助理 也配跟我抢名额 数据明明是我算数 就这么让给你 凭什么 凭我爸是龙大副校长的 就你也配跟我抢名额 张龙同学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分析出实验数据 实属当代其才 没有人当比你更合适 楚主任 你作为实验室的主人 你竟然没有组长 最白天 你就不怕你开除我 开除我 你可小小的杜鲁 后头黄年你在威胁我吗 我告诉你 这个数据就是张龙同学 分析出来的 你最好跟我老实点 还敢再热事 我就让你 你依靠关注事业事 明哥 我就先帮你上了啊 你们别后悔 给我到这 张龙同学 咱们去 喂 李飞 你去帮我做件事情 张龙同学 等一会儿你可要好好表现啊 放心吧主任 我可是要势必成为刘老师 做下第一弟子的人 听说火星计划的负责人 刘老师 那可是人才啊 能和他在一起 那真是老夫的荣幸啊 我听说他的智商 我是无事上下落 我真想目睹这个传奇任务啊 是不是啊 哎 校长 这刘老师怎么还不来啊 他每天都要做好多科研 可你别耽搁了 没事没事 等一等啊 校长 我就是这次火星计划的负责人 柳南 这火星计划的负责人 竟然这么年轻 天才啊 天才 是啊 原本传言 还有些不信 今日一见 柳老师 果真是龙张不姿呀 请坐 两位过脚 政务在科研领域工作这么多年 但在您面前 也只能算个小学生 正好 政务在科研中遇到了一些问题 周教授 指点就看不上了 咱们互相讨论一下 倒是可以的 能把这种大神请来 以后业界人士都得高看我一眼 不然 那人不会就是火星项目计划负责人 刘老师吧 能让周教授毕恭毕敬 应该是他 你放心 这次你第一名的速度分析出数据来 他应该收你为图 一会儿啊 你直接上去 求他收你 我在方面呢 帮你说话 这事儿肯定成 好 先生 我是龙大丹尔的在校学生 我仰慕先生一久 还望先生能收我为图 张伦公爵在这次 数据分析比赛中 获得一成奖 前度不可限量 你想让我收你为图 怎么是你 让我收你为图 你还不公司 先生 你们以前认识 什么形式 他才不是什么 火星项目计划负责人呢 大家可不要被他骗了 刘南 你装个什么装 你不会就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实验室助理而已 我想向你计划负责人 怎么可能是你 到底是什么 张龙说的没错 他就是咱们学校实验室一名普通的助理 能力一般 昨天还因为 没有负责参加今天的座谈会 到我的办公室 大闹了一场 我看他 今年来 你就是找事 你们口口声声说我不是火星计划负责人 那你们倒是拿出证据 证据 你的存在不就是一个证据 谎谎的火星项目计划负责人 可是龙国的天才 怎么可能是一个连职位都没有的实验室助理呢 我看你们就是没有证据 在这儿强识 小小 我怀疑这个人就是个骗 赶紧把他请出去 火星计划项目负责人 形势一直很低调 根据我刚才跟他的交谈 他在科研方面 间歇很深 都排除 他就是火星计划负责人 原火星计划项目负责人 是金极客派来的 那老格主 应该见过他的真面 冒充天极客派来这人 哪是冲队 林总 是不是要咨询一下老格主 穿过了 老格主可是龙国的助手 我们龙大人才能有他 你们没有 我有 谁是老格主的联系电话 刘南 你不会是在实验室做事 现在连老格主的关系都还攀 不攀 你随便找个手机号码就想震动我 你这也太无聊了 像你这样 我能找出一百个手机号码给你 那我是不是可以说天极客室完了 我本来就跟老格主认识 还嘴 既然你说你和老格主认识 那我就帮你把这个电话号码打回去 让大家看看你的嘴脸 林国打的电话三十五人接听 老格主难道这个时候在做实验 你不会是想说老格主这个时候正在做实验或者在开会吧 下场 这柳南的真面目你可看清楚了 这只是胡闹 柳南 我告诉你 你不仅冒通火星计划项目负责人 现在竟然还敢跟老格主攀关系 我劝你 现在立马就从学校滚蛋了 下场 一会真的火星计划负责人来了 知道有人冒充他 会生气的 像这种 假话连天的学生啊 应该立刻开铺他 你说的对 哎呀 铺蛋 大家先不要急 火星研究计划负责人到底是不是我 就算没有老格主 我也能向大家说 一项科研成果的原始 只会出现在负责人的手 我手里的这一本 就是火星计划的原始 小长 你看 这下面有千奇格老格主的签名 这份资料原始资料 没错 你要这样子说 这小子还真的是火星项目负责人 他是错过了 我手里这一份证据够不分 这怎么可能 小长 你们看清楚了吗 那这项目说不定是假造 我研究火星计划好几年了 这上边要是有假 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这个资料是真的 这怎么可能 绝对不能说火星项目指负负责人 怕至今后和副校长没法公事 说得也有道理 小长 龙大可是龙国罪 如果张龙这件事情让我谈不去 影响了学校的声音 我怕是你这个校长也当然不能 你应该为是校长 我只是实话实说吧 不 你们不能开除我 我还是龙大副校长 我看谁敢开除我儿子 爸 你快救救我 他们可是要开除你儿子 儿子 你放心 你的爸爸在 今天他们谁也不会伤害你的 校长 你是怎么哭哭了吗 这小子一看 这是个广播连天的骗子 呼不着骗出耳人 副校长 话可不能这么说 他手里可有火星计划的原始资料 这足以证明 他就是火星计划的负责人 没想到这个世界上还有如此黑白针 我今天算是长见识 爸 这么多可太难以他了 要我说的 就应该让他去江城游行世众 确实应该借着这个机会 给龙大大学生 好好地上一堂课 让他们知道 在龙大应该怎么做人 让人 打他下去 等一下 谁都不许碰他 哎 李飞 你送个什么东西 还敢命令我爸 我看你也不想在龙大混了 建议牌主见龙雀大人 说到他给我注意点 他怎么会有龙雀雀牌 我奉龙雀大人的令令 可以来为刘南证明身份 这是密别司 可以为龙国有重大货陷阵盘的奖杯 可要看清楚了 这上女的名字 是不是刘南 小姐你看 真的是刘南 至于张龙有没有顶替刘南 参加座谈会的名额 那就让他再做一次数据分析好 我记得当初第一名 可是半小时里完成的 怎么样 你这个样子 也不用做实验了 校长 龙雀大人的令牌 还有密特使就在这里 张龙还有他父亲 还有主任 无限刘南的事 证据确凿 你可要有个决断啊 校长 你我可是一起工作了多年 你做过什么事 我可是清清楚楚 校长 你不用考虑 老阁主 明白 明白 我知道了 你这三个都给开除了 你说什么 这是老阁主的命令 要找找老阁主 刘教授 好 咱们走 拜拜 咱们走 好 南哥 我今天帮了你这么大忙 你是不是应该好好感谢我一下 那 我去吃饭 好 我正好知道有一家特别好吃的餐厅 走吧 坐 坐吧 这里可是很贵的 我可没敢看 放心吧 你给我一百个胆子 我也不敢再过 我是你呀 臭 老伴 你别生气了吗 懂懂这个 原家论者 没想到在这也能碰到你 别生气了吗 都是哥哥的错 原谅哥哥搞不好 既然你送上门了 今天看我怎么教训你 哥哥 如果你想让我原谅你呢 你得帮我做件事 别说一件事 就是一百件事 我也答应你 都是他骚扰我 他害得我被娱乐车封杀了 全都是因为他 你今天一定要替我出气 好样啊 连我的女朋友都干人 你放心 我可今天一定帮你去 服务员 买的 一共七十万 七十万 这最多就是普通菜品 最多也就一千块 七十万 你们也太狠了吧 你们吃的菜品 可都用的是高级院材料 还有你们喝的这红酒 可是十万一瓶 还有你们喝的这个粥 可都是极品的血液燕窝粥 还有你们用的餐具 可都是意大利进口 说七十万呀 都是给你们打折了 怎么 没钱 你们还想吃霸王餐啊 高级红酒 哎 我怎么看 它都像是市场上普通的一瓶红酒 你敢要价十万 还说我们吃霸王餐 我看你们就是个赞人的黑店 你 来人了 有人吃霸王餐 是谁敢在我海哥的地方上闹着 不想活了吃 我吃你们一桌普通的菜品 你们就敢要价七十万 到底是谁不想活 这餐厅是叠的啊 下前也是人随便做的 你们要是吃都行 就别了 但你今天要想离开这 这你是个王子七十万 我要是个王子 就是他的话 这种队也就算你这条胳膊 一瓶红酒 你敢赖我十万块 你这是哄抬物性 你先别我去市场 正好不要举报 告知 我是这边区域的老大 我看谁敢 你 柳南我劝你赶紧放开海哥 又是你 赶紧放开 我上次就警告你 让你好自为之 现在看到你这个样子 你还真是不找记性 你害了我被娱乐圈封杀 还想让我放过你 做梦 你是大明星的时候 就没有把我怎么做 以你现在的力量 也想对付我 我劝你赶紧先看你的手机吧 南哥 他们把视频进行了恶意剪辑 现在网友都在骂我们 你看 现在网上一骗到 你看这个网友评论 没钱吃什么饭 还要一分钟知道咱们所有信息 让所有饭店都不要监视我们 南哥 这件事情要是闹到学校 可怎么办呀 没想到你还用这种下三浪的出来 你还真是你 南哥 你在我家走一步 我可就胳膊他拿红呗 好 握不动 你别伤害他 我知道你很能挡 但你这样看着我的话 我他心里很发毛呀 你想要怎么样 你自飞双手 我就饶了他 李飞 不要听他的 这是命令 听到没有 这种内心是有限的 快点 你不能这么做 你要这么做 我就撤了你的纸 这是命令 听到没有 你们真是一对深情的鸳鸯啊 看得我都热了盈眶了 还要一声 你是想看着他死在一个面前是吗 对不起吗 李飞 我们两个 好好教训这个车牙 你们给我住手 住手 大人国师的信息又在网上报告了 什么 怎么又是他 看来国师有危险 你们速度把网上有关于国师的所有信息 全部上罪了 我现在立马就请国师 是 李飞 醒醒了 你还有心情担心他 你还是担心担心你自己吧 伙伴 我怎么处置他 先砍他一个手 你们今天 都要死 我到时要看看等你被砍了手 还会不会这么嘴巴 住手 是什么人 文国密别司 你们餐厅设行违法犯法 经过我们调查 你们很有可能 就是间谍 跟我走吧 我们不是间谍 你是不是搞错了 哥哥 怎么了 你赶紧把他扔出去 秘连死心寒什么 杀人无情 我们活过境 属下救驾来迟 还请国师见谅 他们 全部给我喂云 都怪我永远不是开战 求求你不要把我扔出去喂云 我错了 看 李飞 都怪我才把你害得这么惨 对不起 若盛 李飞 他没什么大碍 您就放心了 看来外界对您的恶意 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大 既然米飞 他还在蜂蜜当中 您身边 不能确实护卫 我现在就去选拔一波新人 来保护您 不用了 把他们安排在我身边 只会给他们招来护华 以后你都不要在我身边 安排护卫 可是 这是命令 现在就过去是 走 好好照顾 是 老哥主 这是我的一个新研究 你测试一下 好 不知老哥主 今天叫我来 什么事 是这样 我有个孙女啊 陈董 刚从国外 玩博士会 正好呢 她也分在 文大认职 我想呢 请你见见她 压压她的气 这是为什么 这个孙女啊 从小就聪明过人 学什么东西 都学得特别快 你看 你轻轻的 就拿下了博士学位 被造就了她 年轻气盛 总觉得世界上啊 没几个她看得上 我担心她 这种心态啊 会影响她的科研工作 所以我希望你见见她 让她坚持一下 什么叫天外有天 人上有人 既然老哥主这么看重 那这个吗 太谢谢你了 这爷爷也真是的 居然让我见一个 刚上大学的人 这也太买来我了 他如果敢迟到的话 我立马就 三二一 陈小姐 你这是要去哪啊 又是柳南 对啊 看来你也不怎么样 还真如老哥主所言 这丫头确实挺刁明 我觉得我们之前没什么好聊的 我来见你 纯粹是看在爷爷的面子 实验室里还有一大堆实验要我做 告辞 哎 巧了 我最近也在做实验 不如我们交流一下科研经验 听什么 你爷爷能把我推荐给你 就说明我一定有自我的价值 聊聊 我爷爷把你夸得天花乱坠的 说你是什么科研界百年难得一遇的人才 但我查遍了所有资料 也没看出你对科研界有什么贡献 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 如果你的职闲低于教授的话 我想你是没有资格和我讨论科研的 教授 以我的能力啊 给教授当老师还差不多 我只是一个实验室的小助理 没什么东西 你一个小小的实验室助理 还敢摆出一副学士大佬的样子 你还真是不要脸 我向来对头衔这些东西就不感兴趣 看一个人能力如果只看外表的话 你不觉得很肤浅 你胡想瞒缠就罢了 居然敢骂我肤浅 我陈朵可是庞当的海辉博士 你一个小小的实验室助理也敢教育 你也真是的让我来见你这种人 陈小姐急什么呀 我听说陈小姐是专攻核物理 我最近对这方面比较感兴趣 所以我就稍微研究了一下 然后写出了这份报告 陈小姐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 不感兴趣 你一个小小的实验室助理 怎么敢和我这个物理学博士谈核物理 你开什么国际玩笑 不要以为你在网上随便看了几篇垃圾 你就是科研大拿了 还真让你猜对了 我确实是在网上随便看了看 科研可是很严肃的东西 你怎么能用这种敷衍的态度 你也太过分了 想不到他对科研的态度还挺认真 本来性责还没有到十分恶劣 敷没敷衍你 陈小姐 你看过这拖就知道了 而且这份报告是一个机密文件 我是看在老阁主的面子上 我才给你看的 你可千万不要羡慕 神经病 我一句都跟你聊不下去 等你看完报告一定会吓一跳 气死我了 一个小小的实验室助理 也敢在我面前称呼 陈多 这是谁把你忍受气了 老师 这简直是天才之作 这份报告简直把核物理研究 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老师 陈多 我问起来你啊 这个是不是你写的 不是 这是我今天遇到的一个自称董和物理 自大狂写的 我想他应该写的狗屁不通 所以就没有看 老师 你刚说这是天才之作 是真的吗 我 不是 你听错了 老师说 这是蠢才之作 我把里面的内容看 写的简单落实骂 你也不用看了 对了 你在实验上面做实验 老师还有会要看 是 只要有了这份报告 我就可以升级为高级院士 哈哈哈哈 看来我上次的实验确实出现了数 有些数据是错的 也不知道陈多发现了没有 算了 先告诉老哥主任 这份报告 不就是我给陈总的那个吗 怎么成了曲教授的报告了 不行啊 这份报告的内容不能写了 必须去阻止他们 怎么又是你 我不是告诉过你那个文件是机密的吗 你怎么还把它泄露出去了 还让曲教授借着它上位 你什么意思 我老师可是凭自己本事当上院士的 他不会抄你的报告的 抄袭 你也太高看你老师了吧 他分明一个字都没有给 你说话给我注意点 我老师可是整个龙大最有威望的教授 他怎么可能抄你一个 连一篇实验报告都没有发过的实验助理的东西 对了 我警告你 我老师待会就要开科研发布会了 整个龙国马上就要知道它的科研成果 如果你敢来捣乱的话 没你好果子吃 你 不 绝对不能让那个报告泄露出去 喂龙前 有人要把龙国的机密泄露出去 你赶紧带人过来 恭喜曲教授 不 应该是曲院士 为我们科学界又攻破了一道难骑啊 哈哈哈哈 对啊对啊 曲院士能拿到院士的头衔 真是实至名归啊 谢谢校长 谢谢老师 好好好 曲院士 这新闻发布会马上就要开始 请就位吧 等一下 你们不能召开发布会 你这样怎么这样 不是跟你说了不准跟过来吗 刘南同学 召开发布会 是向全世界宣布我们的科研成就 这是好事 你怎么会阻止呢 这份报告有关于龙国机密 你们召开发布会 就是泄露龙国机密 而且 这份报告根本就不是这个人写的 这是凭空不灭 你凭什么说 这份报告不是我写的 这份报告明明是我亲手交给陈朵小姐的 你是趁陈朵小姐不注意 把它偷出 陈朵小姐 到现在你还要维护你的老师吗 你老师交上了这份科研报告 根本就跟我写了一模一 是 我又没看你写的报告 我怎么知道是不是一样呢 同学 你是给了陈朵一份报告 但是你的份报告我看过了 简直是胡说八道 校长 听说他是一个农大实验室的一个助理 连一篇科研报告都没发布过 说我抄袭他 这简直是笑话嘛 刘南 你能不能不要在这发疯当我老师开发布会了 你一个一点科研能力都没有的人 怎么有资格质疑我的老师呀 我是没发表出报告 但是我是火星项目负责人 你说我有没有 火星计划项目的负责人在一个实验室里当一个小助理 这怎么可能啊 我是不是火星计划项目的负责人 周教授和校长最清楚 刘南确实是火星计划的负责人 他的科研能力不在屈教授之下 屈教授 不是我们怀疑你 你老实告诉我 那份报告到底是不是你写的 你这什么意思 这这肯定是我写的 即便他是火星计划项目的负责人 但是请大家别忘了 他研究的方向可不是核物理 屈教授这话倒是真的 这核物理光入门就得两三年 他怎么能写出这个有深入的报告呢 我看你就是分明眼红我的成就 占用我的劳度成果 以我的脑 我两三天就给你搞清楚 只是你自己的能力吧 虚无从事赫颜公主这么做 他从未受过如此的侮辱 你要向天机阁举报你污蔑科研人员 这抄袭的小人说话也敢这么应急 不用你省心通知 天机阁的人已经知道了你泄露文国的机密 他妈马上就会过来收拾 你说大话还得说上瘾了 天机阁一向只清从国师的安排 你以为你是谁呀 一句话就让天机阁过来救你的罪 你是想当国师吧 他不过是和我爷爷认识而已 怎么能这么肯定天机阁会给老师定罪 他到底是谁 校长 你赶紧立刻马上把这个人给我赶走 要不然这个发布会没法开了 外面的记者你自己看着办 我知道你是个天才 但是也不能盗用区院士的成果呀 今天我不想追究你 你走吧 区院士 你难不及 千万不要厚 校长 这个人就是重新过来捣乱的 老人 把肉厨 不要抛进大厅一步 牛娜 我很欣赏你个科研龙女 大人这次报告确实不是你写的 你们不能去 这龙缺是什么 怎么还不来 都给我站住 终于赶来了 龙缺大人 拜见龙缺大人 不知龙缺大人为何而来 我密迭斯接到天机阁的命令 后来抓捕泄露国家机密文件来 龙缺大人 我们龙大都是搞科研的人才 怎么可能泄露龙国的机密 你是不是搞错了 搞错了 你们知不知道 你们将在发布会上对外公布的报告 其实就是俄国的重要机密文件 差一点就酿成大火 现在还惊人敢质疑天机阁 许教授 你不仅盗取了国家重要的机密文件 还差一点将机密文件泄露 现在这进密蝶丝进行审判 龙缺大人 你抓了我吧 我不知道你不像机密 你抓了我吧 你的忏悔 就留在密蝶丝进行吧 带走 龙缺大人 还有你 你用人不明 差点咱们国家机密人间泄露出去 现在罚你 停息一年 回去还行 是 没想到 那个报告还真是你写的 天才啊 天才 你到底是谁 不仅和我爷爷认识 而且有能力在短时间内攻破这么难的核物理难题 你不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实验室助理 所以你到底是谁 别想太多 我只是一个实验室的小助理而已 只不过比你们都聪明一些 真是臭屁 啊 对了 上次我发给你的文件 我发现有一些错误的地方 我已经把它修改过发给你了 相信你一定会用它的 啊 哎 你怎么知道我手机号的 对了 那个文件只有一个小时的实验 如果你不想被骂的话 就赶快去抢罪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听到没有 这 真是没礼貌的家伙 春朵 你竟敢把机密随意泄露出去 马上给我滚回 因及格 我去 哎呀爷爷 小朵知道错了 你就看在我把报告给你的份上原谅我 这次要不是柳南反应机密 你就闯大祸了 你知道吗 我就知道爷爷最疼我了 对了爷爷 那个柳南到底是什么身份呀 总觉得他不可能只是一个实验室助理这么简单 柳南啦 只要知道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科学家 就可以了 以后呢 可以和他多接触接触 就其他的事嘛 你就不要多问了啊 嗯 我知道了爷爷 放心吧 吉克大男是这么不驚嚇 胆戒得太小了 陈大小姐 你不是不屑和我一根小助理说话吗 你来干什么 哎呀你怎么这么小心 错了还不行 想不到 你竟然还有孵然是 我又不是吳朗 我當然要用頭啊 對了 其實上次你給我的報告 我還有幾個問題沒搞明白 人不能 這個是農國機密 這裡人都眼磋 能不能 這是我定的位置 你們在這裡幹什麼 趕緊給我滾 你誰啊你 憑什麼動手打人 明明是我們先來的 你講不講道理 講道 在龍大我們終結就是道理 別說是動手打人了 我終結今天就是讓你們死 你們都活不過明天懂嗎 你們也太囂張了 沒想到 這龍大裡的孩子還真是 龍大 還沒有人敢這麼跟我說話 中花呀 可是江城守備官的女兒 招惹她她不是找死嗎 是啊 在龍大誰能招惹她 就連之前的校伴 張龍見她都要叫做終結 我看今天這個男生啊逃不掉路 又是一個不講道理的傢伙 我現在正忙著設計第六代戰機 可沒時間了 你別太過分了 今天算你運氣好 我不想和你做做的這場 陳董 等不等 哎 你也不打聽打聽 在龍大 我中花是什麼人物 我中花是什麼人物 公姐 想起來了 這個人 就是害的龍哥被開除的那個 原來你就是那個害張龍的人啊 我這幾天就在找你 沒想到你自己送上門來了 很好 你今天啊 這別想往好無所的從這裡出去 你要幹什麼 幹什麼 幹什麼 又能 幹什麼 老實料 那龍大 敢惹我算你倒楣 給我叫做是 又能你們就是 你把腿給我閉上 你趕緊給我閉走 小心我划傷你的臉 行了 你給我記清楚 你說在龍大 見了我最好躲著走 今天我見你打一次 聽起來 我們走 哎聽起來 他那劍腦 不錯呀 給我砸了 好嘞 這 完了 第六代戰機的資料全在電腦裡 我還沒來得及傳給天氣格 你們來 你幹什麼去啊 這個小小的守衛軍人 竟然敢欺負到我頭上 真的 這件事情你不要打了 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能解釋 如果我一個小時之後沒有回來 你就把這件事情告訴你 哎 柳南 還是圖書館舒服 那幾個窮鬼 都把他們趕跑了 中姐您放心 那幫窮鬼 怎麼配跟您搶圖書館 我剛才讓他們全部搶蛋了 現在整個圖書館 都是中姐一個人的 幹得不錯 哎哎哎 中 中姐來 嗯 中姐 柳南那小子報復心這麼強 你說他會不會回來 抱住 怎麼 我堂堂守備關的女兒 難道還怕他們相疤老不成 是是是中姐 您說的被 不張 不張 就是 柳南 不過是一個普通人 怎麼能和中姐您抗衡呢 他要是再敢回來 那就是找死 柳南 我們中姐 都大發自卑放你 你怎麼還敢回來 你們摔壞了我的電腦 還打傷了我的朋友 我今天必須讓你們檢訓 我看你是腦子被打傻了吧 你知道現在在跟誰講話 我們中姐 可是江城守備關了你們 整個江城 中家最大 知道 江城守備關 一個小角色 也配在我面前宣揚 只要我願意 我能立刻讓中家消失 敢在我面前侮辱中家 先讓你消失 都弄死他 柳南 看待你 這個半殘疾的份兒 現在跪下 叫我生爺 我會讓你 沒有那麼痛苦的 還跟他廢話什麼 直接給老娘上 是 你 就憑這些三角帽子跟你 也能傷得到我 你你想幹什麼 我柳南從來不打你 但我也不會平凡無故的驗刑 這口運氣 你要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 你剛剛說壞的 可是龍國價值最高的電話 我要讓你用慧雪 來謝罪 你們兩個廢物 勾滾 在龍大 從來都是我讓別人滾的 你是第一個 敢讓我退學的 囂張啊 威脅我 退不退學 有不得你 你以為 我現在身邊沒手下了 就拿你沒辦法了 來著啊 非禮了 耍流氓了 來著啊 又是這個 幹嘛呢 放他那個女人去 你沒事吧 反正大哥 就是這個混蛋 剛才他從主管沒有人 想對我動手動腳的 一定要為我做主呀 小子 我看你長得也人模人樣 怎麼能做這種事 走 給我走一趟 我沒有辦法 都是他自導自演的 不要拼我 你當我瞎什麼 我剛才進來 就憤迷看見你在非禮境 碰了我 你還敢不承認 我看你也不用去保衛社 你直接去董事長辦公室 我要讓你今天就滾出龍的 走吧 別狡辯了 跟我去校長辦公室跟校長 說了我沒有碰他 是他先摔壞我電腦 這個圖書館有監控 如果你們不相信的話 咱們可以去查一查 查一查之後咱們真相會 你肯去查監控 我 同學別怕 咱們把監控一查 我看這小子還敢怎麼講面 我看你是新來的吧 連我都不認識 我爸可是龍大的董事長 你現在立馬把他帶到我爸的辦公室 要不然我讓你滾出保衛室 你搞沒搞清楚情勢 該滾出學校應該是 走 跟我去查監控 誰敢查監控 我今天就要這把刀 偷了誰 這柳男怎麼一點兒消息都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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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完了先通知爺爺 喂爺爺 柳男在學校裡遇到麻煩了 你快想想辦法呀 誰敢查監控 我都把這叫捅了誰 哎 曾經你你沒事吧 吐貨你怎麼現在才來 原來你一直在拖延時間 這麼晚才發現 晚了 八哥 就是他 打傷了我的人不說 而且還想對我動手動腳 你可一定要幫我教訓教訓他呀 你放心 你們中間平常那麼關照我龍潭會的 今天這口氣 我刀把一聽出 告訴 八哥 可是龍潭會的會長 龍潭會可是江城最大的 今天啊 準備等死吧 你竟然敢跟黑 口氣 我看你們真的是不小 死到臨頭了 想說大話 我今天一定把你眼尊扣下來 給我按出話 你 你竟然敢動我 你們竟然敢動我 你們今天都別嚇唬了 你們今天都別嚇唬了 老杰他斷了你 滾 你好大的膽子 竟然敢動他 沒事吧 哪來的蠢蠢 趕緊給我滾開 妖言不出的東西 你竟然敢冒犯蜜蝶絲 可你是活得不帶煩了 蜜蝶絲 怎麼可能 我勸你們還是乖乖地束手就擒 否則的話 我就讓你們嚐嚐蜜蝶絲的刑法 鍾小姐 蜜蝶絲 我們可惹不起 我看要不咱們先走吧 沒有個東西 蜜蝶絲怎麼可能會維護他一個普通人 他連制服都沒有穿 一句話就把你扶住 滾開 就你 還蜜蝶絲 虎誰呢 有本事就把你的蜜蝶令牌拿出來 不是 我出門太著急了 忘記帶了 沒事 就他們幾個廢物而已 我們兩個能搞定嗎 我看 你們是根本沒有吧 好啊 原來真的是騙我的 山永中騙子我見的多了 雕蝶小姐 你找死 蜜蝶絲令牌戰士 誰敢亂來 蜜蝶絲 參見龍雀大人 他真的是龍雀大人 這些人在如何處置 把龍壇會的人 給我丟到海裡去餵月 拉下去 奧古龍去哪兒饒命啊 我再也不敢了 蜜蝶你再給我做人的機會啊 把他們給我帶到蜜蝶絲去審問 沒有我的允許 原來不能放開 是 你知道我是誰嗎 我爸可是守備官 放開我你不想我啊 守備軍 在蜜蝶絲面前就是個屁 給我閉嘴 究竟是什麼人 這樣可以使喚蜜蝶絲 他的身份你也可以知道 拉下去 我再也不敢了 蜜蝶絲再給我做人的機會啊 龍雀大人 國時 還有什麼吩咐 馬上帶人 去圍剿龍壇會的 其餘殘魚室 電腦現在出現點故障 我得馬上回天際閣一趟 是 老閣主 哦 柳南 你沒事吧 我沒事 老閣主 這個電腦裡邊 有一些六代記的資料 我沒辦法 啊 誰有這麼大股膽 看回快樂 這麼重要的東西 是江城守備官的女兒 鍾歡幹的 這鍾家也太過分了 這個鍾家呀 為非捉嘴這事 我耳有所聞 要不 現在就辦了命了 來 處理鍾家總需要一些油桃 我們先收集一些鍾家作為的資料 我實驗室還有一些資料要處理 我先回中打 哎我也去 你不要跟著我回去 你已經跟著我受傷了 你就留在天際閣 這鍾家的 鍾 鍾家的勢力啊 你這鍾家的勢力是很重要的 有難去呢 你會不會有危險啊 鍾家的勢力啊 勢不小 但是呢 對於他來說 不置疑題 你就放心吧 如果鍾家呀 再想挑釁他的話 那就死路一條 老大 剛得到消息 大小姐 被蜜蝶絲扣押了 什麼 蜜蝶絲個扣押我的女兒 簡直就沒有把我這個 姜程叔妹關放在眼裡 蜜蝶絲有人 是 好撐 姑娘 江城守備官大人 大嫁我蜜蝶絲 是有什麼要事兒 哼 別在我面前裝傻 你們扣押了我女兒 以為我不知道 趕緊把我女兒放了 否則 我踏平蜜蝶絲 守備官大人 您的女兒犯了大罪 我蜜蝶絲是放病小事 你說放人就放人 你到我蜜蝶絲什麼地方 我女兒不就打了一個 實驗室的小助理吧 你們蜜蝶絲你事兒幹 這不閒事也要換了 趁我現在才能好好跟你們說話 幫你吧 一會撕破了臉面 別怪我不給你們蜜蝶絲 劉情面 我蜜蝶絲是奉國事辦事兒 難道 遼工人跟國事作對嗎 哈哈哈哈 國事已經好幾年都沒有消息了 說不定 早就死了 你好大的膽子 精神感觸火不絮 對國事不利 小頭髮拉國事樣子 就算是國事怪罪下來 我也有我的說辭 把我女兒放了 大人 今天蜜蝶絲大部分人都出去擦 如果動機是我們 NB是對手 你在這兒 喂 國事 守備官找上蜜蝶絲來要人 鍾歡要不要放 先把人給我放 不要把事情給我搞大 把人放 氣死我了 這樣把我關在蜜蝶絲這麼久 爸 柳南那個狗竟然敢咬我 如果你不為我做主的話 我晚上會睡不著覺的 你一定要為我做主啊爸 你放心 如果誰敢傷害你 爸一定讓她 十倍腐壞 大人 龍道那邊傳來消息 因為鍾小姐衝撞了柳南 天璣閣勒令開除鍾小姐 校長不敢隨意決斷 想問問你的意見 爸 他這是要騎在我們頭上呀 哎呀 我中天 堂堂龍大董事長 他想讓我開除我女兒 回覆他 休想 爸 柳南現在處處跟我們作對 我們應該盡早地除掉他 哎 這個柳南到底是什麼身份 天璣閣 為什麼會因為他做到如此地步 據屬下這幾日探查出來的消息 柳南確實是一個出身平凡的普通人 如果要說特殊的話 他在科研方面確實是一個人才 而且他和老格主的孫女 陳朵走得很近 屬下認為天璣閣就是看中了他的科研能力 才會如此保護他 天璣閣是我們龍國最高的科研機構 這件事情 被事兒重要 爸 你剛才不是說要幫助我報仇的嗎 別著急嘛 你是想找柳南報仇 千吉格能不招惹 他就不要招惹了 科研人才 如果科研人才在科研上出點問題 我料定 千吉格也不會招惹他 哈哈 嘿 什麼樣子到你竟然上了兩次笨蛋 我不是說不讓你跟我來了 你還來幹什麼 我來保護你啊 你得罪的可是中甲 他們那麼大的勢力不會放過你到 你保護我 看看你這胳膊上 連二兩肉都沒有 我保護你了 這你就不懂了吧 這個時候拼的可不是我勵志 而是地位你懂不懂呀 憑我這天主格格主孫女的身份 他們怎麼也不敢動你 明白嗎 哎 不過像你這種普通人 是不會明白權勢之爭的 我堂堂龍國九星國事 竟然成了一個不懂權勢的普通人 我知道我趕不走你 你想待著在這兒待著吧 發生了一些衝突 你還傷害到了他 按理說你現在應該是被打殘 扔出江城 可是我女兒白心人後 心胸寬闊 不與你計較 明明真好 明明是你女兒先照月柳南的 他怎麼顛倒黑白呀 你們中間是不是都是這樣 守備官大人 你工作這麼繁忙 不可能因為這一點事 就到我第一個實驗室裡 呵呵 對 你真聰明 柳南 其實 守備官大人 來給工智任務的 江城需要一批高智障的芯片 守備官大人 抬舉你 把這個任務交給你 你可要好好做啊 大人 我只是一個實驗室的助理 你這個任務難度係數太高了 我可做不了 還請大人 去找其他教授吧 沒有能力 我怎麼聽說 你曾經是火星計劃項目的負責人 前段時間 還完成了核事業報告 難道是請槍手做的 科研造假可是大罪 你別給人家亂偷帽子 這個老狐狸還真是難對付呀 官大人 飯可以亂吃 但是話可不能亂講 守備官大人 我向您保證 柳南確實有科研能力 他不可能請槍手 既然有這個能力 為什麼要推托呢 我還有其他實驗要做 沒有時間做你那什麼芯片 你還是另請其他人 柳南 你一個實驗室的小小助理 哪有那麼多實驗 快答應出不管哪 現在江城防守 極需要這批芯片 你作為一個科研人員 做事情應該以大局為重 校長 如果他不答應這個事情 我看以他的悟性 也沒有必要留在隆大認知了 把他趕出隆大 他在隆大的研究資料 可以丟下來 這 你也太不僵力了吧 糟了 我還有很多資料沒整理 看來今天不得不答應他 柳南 你可想好了 既然守備官大人 這麼看得起我 那我就做 忠心你什麼時候要 最好48個小時就做出來 可以 這樣就對了嘛 來 這些可都是 咱們先簽個 你知道 簽完 撞 你面對的 可就是勞運之災 怎麼樣 敢不敢 有什麼不敢 你做什麼 撞簽了到時候做不出來 聽幾個都沒 沒事 我對不起 瘋子 很好 那就趕緊去實驗室 兩天時間 我等你哦 這傻 那個老狐狸一看就沒安好心 你幹嘛答應他 我知道呀 我不答應他 實驗材料就沒有辦法帶走 我這幾個月在隆大 不就白費工夫了嗎 命都快沒了 還擔心材料呢 真是個瘋子 走吧 你們想幹什麼 聽說 柳南今天在這裡做實驗 大家都是朋友一場 我特地過來幫幫忙 別在這假惺惺了 你有這麼好心嗎 有什麼話就直接說吧 不要浪費大家時間 好啊 那我就先談談正事兒 中環 別白費力氣了 你擋過我 誰說我要打你了 我剛才 就是不小心把你的實驗儀器 打碎了 你到底想幹什麼 柳南 柳南 我再給你一支酒 你現在跪下來給我道歉 道歉是不發到網上 你只要乖乖照做 你就不會死不那麼難看 想讓我給你錢 做我給你 好啊 你別碰碰 把柳南的實驗設備都給我砸了 把柳南的實驗設備都給我砸了 沒有了實驗設備 我看你怎麼做實驗 等你進了我爸的監牢 我有的是辦法折磨你 打開 可惡 他們這是存心設計我們 現在爺爺的電話也打不通 這可怎麼辦 實驗儀器都被毀了 實驗也做不了 你還不趕緊想辦法出去 我剛才看過了 沒有藥物出去 這出又出不去 實驗也做不了 我們不會真的只能在這兒登次吧 誰說做不了實驗了 你看 這 是天璣格的實驗室 你怎麼會 現在正在進行兩個實驗室的互動 由我這邊來操控 他們進行芯片的研究 既然有能力調動天璣格的實驗室 柳南 你到底是什麼人 到時候你就自然知道了 現在快來抱抱 來 好 兩天的時間到了 是時候 結束柳南的事情了 實驗室的器材 已經全部被我處理掉了 柳南如果做出芯片來 那才是見了鬼 等柳南進了監牢 看我怎麼折磨他 大人 柳南帶到了 別擔心了 再 爸 柳南的手裡 可是什麼東西都沒有 芯片呢 急什麼呀 再等等 柳南 你把這兒當什麼地方 你哪來的資格在這兒討價還價 爸 我看 柳南根本就沒有把芯片做出來 直接把他扔進監牢算了 柳南 咱們之間是簽署 撞了 沒話說了吧 帶下去 慢著 現在離四十八個小時 還有半個小時 你們想抓我 也用不著這麼心情 好 我就再給你半個小時 看到時候 你還有什麼話說的 柳南 時間到了 我看 你也做不出什麼心情 把他給我帶下去 來 住手 芯片在這裡 這個就是柳南研製的芯片 不信的話 你們可以試試 來 往下是測試 你不是說實驗室沒有實驗器材了嗎 他是怎麼做出來的芯片 我也不知道呀 大人 檢測過了 確實是我們需要的芯片 嗯 我沒下去 你不會 既然芯片的事情解決了 那我們跟聊一聊我們的事情 你故意將天際閣配置給龍大實驗室的實驗器材給損壞 這可是死罪 你想好怎麼承擔了 你說我損壞實驗室器材 沒有證據 我有證據 沒有你損壞實驗室器材 還有什麼好說的 怎麼會 我明明都把實驗室的監控關了的 你是關掉了監控故事 但是你不要忘了 裏邊還有一個叫做千里眼的遠程建工工程 鍾花 你故意損壞龍國真碎實驗室器材 現在我正式宣布 你被逮捕了 來人把他抓起來 爸 壞掉了 賣掉了 龍雀 你別亂來 中大人 你難道要圍抗龍國法律嗎 龍雀 你別得意 千里眼的設置可是龍國的機密 只有國師大人才能查看 任何人私私查看者 死罪 就算是要抓人 也輪不到你在這抓人 我看誰敢啊 魯武將軍 龍大人 你是不是也想將我這個五星上將一起刮起 屬下不敢 龍吳大人 這這都是誤會啊 是他 是他私私查看千里眼裝飾 我這是被國除害的呀 啊 你好大頭 竟敢辱罵國師 什麼 國師 國師 中天的罪證已經全部收集完畢 等鳳雲的發落 把他帶走密吉斯 按照龍國法律 是 帶走 國師 上病了 國師 上病了 國師 國師 國師啊 六代端雞的數據 完全要恢復了 馬上就虧通了生產 看來啊 龍國成為世界空中罷兔 只可帶癢 哈哈哈哈 你是國師 喂奶奶 什麼事 正好我也好久沒有喝到奶奶的粥了 奶奶你等著我 我馬上 我想請讓你來r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